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油 韩国队三振他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市立棒球场 也就是现在小巨蛋的所在地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当时中华职棒冠军战的赛程打乱 也引起现场上外的观众 在雨中大声呼喊 我们要巨蛋 我们要巨蛋 今天我要在这边感谢 当时在现场引诺大巨蛋的郝伯称院长 以及历任市长 大家一棒接一棒的努力 从选址 规划 动工 停顿 复工 到今天完工 我想 都是 所有 辛苦的 市府同仁 以及时空团队 大家 共同努力 经过这么多年 三十二年的风雨 我们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也积极地跟中央沟通 也全面全心投入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 让我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也想像三十二年前 在雨中呼喊的球迷朋友回应 我们要巨蛋 我们有巨蛋 投球接球挥棒 蒋万安在大巨蛋现场实际体验 邀向感受体育赛事的热情奔腾氛围 也宣布十一月 这里有两场比赛开打 我们在十一月会举办两场示范赛 十二月我们预计举办亚锦赛 届时会有亚洲各国队伍齐去一堂 在大巨蛋比赛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进场为中华队加油 我希望大巨蛋的落成 不只是满足国人对于最高规格 大型的运动场馆的需求更重要 我们希望所有热爱棒球的老球迷 可以牵着小球迷走进大巨蛋 看棒球 让棒球的记忆可以传承延续 十一月中旬会有一场市营运开放赛 观众可免费锁票 让民众来看球赛 并做好相关疏散演练 同时会设计表单供民众填写 以了解相关民意改善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而大巨蛋的棒球赛要开打了 相关的安全措施准备好了吗 市长蒋万安和两位副市长视察现场 针对不少地方讨论其安全性 根据台北市政府目前的规划 大巨蛋接下来将会进行两场测试 市长蒋万安也和副市长林一华 李四川一同开箱内部 并检视疏散动线 球场设计草坪完整度 观众席等安全方面 其实在7月中 大联盟的专家 藏务专家Chad Olsen 他有到现场来实际看 我们请他来这边 给我们一些指导跟建议 他看得非常仔细 归类出有四大类 很多像细节的部分 希望我们来改善 包括我们刚刚实际 走了一遍 大家可以看到本类板 内野后方的相关防撞软垫 还有包括防护网 加长 投手丘 草坪跟红土衔接部分 平顺 甚至投手板 当时他拿尺测量 高度差了一公分 他也要求我们改善 还有包括 甚至到全雷打标杆 最下面有一截的标杆网 他也要求我们加上 所以他看得都完全低 一是以球员的安全 为优先考量 第二 还有所有进场观众的安全 为考量 我们也要求远凶 逐项的改善 今天看了也都全部改善完成 在这边 我要特别感谢李四川副市长 他是大巨蛋可以完工最重要的推手 也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团队的同仁 包括体育局 包括成熟基监 包括林英华副市长督导相关的局处 因为大家都知道市民朋友迫不及待 但也顶住压力 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 所以我听到很多同仁 跟我反应 告诉我 其实在整个过程 他们几乎天天到大巨蛋报到 来独捣相关的工程 所以非常的感谢 包括我们会 跟棒鞋来透过他们邀请 不管是我们台北市的新复发 还有几支队伍 我们希望让他们在这边 透过示范赛的方式 来给我们很多球员最真实的反馈 特别大巨蛋的从专家有讲 包括我们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防撞软电 过往我们可能都是加强侧边 但是他连上方 他也要求 我们去加装 因为球员在接接外球的时候 可能会撬上去 手臂会碰到墙员的上方 都要保护好球员的任何时刻 所以我们会透过示范赛的方式 来让球员实际到球场里面 包括传接球打击 跑壘等等 让他们来告诉我们 是不是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蒋万安表示 大巨蛋本身就是 以运动场挂为主的建设 一切都是依照相关标准 跟规定审查 其他运动以外的各项活动 也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宋山市区大学 与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议 举办等入下午茶活动 由安康高中特教班的学生 担任服务员 透过职场体验增进工作技能 也为心智障碍者 与社会大众搭起友谊的桥梁 特教班学生来到桌边 询问客人要喝什么饮料 接着到餐台前拿取饮料及甜点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湾厚道社会服务联合会 发起每月一次的等入下午茶活动 这回由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 以及宋山社区大学 号召百位社大学员 与恩友堂教会 为心智障碍者加油打气 其实以来就是说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在做公益的同时 让大家能够去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每次安排的活动 并不一样 那今年比较特别 那其实呢 现场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在表演上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很期望就是说 能跟他们大家一起互动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增进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是很 很多人给他很多温暖的 对 那像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陈氏小姐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会持续的继续支持 活动安排安康高中六位特教班学子 担任服务人员 希望透过实地练习 让孩子熟练校内所学的服务技能 增进与人群互动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有六位同学一起过来 那因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有时候 家长的安排上面 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呢 就是去跟家长讨论之后 也请了三位老师过来 然后陪着学生 有六位学生能够参加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特殊教育 有关教育部的设定的课程 政策上面来讲 安康高中 我们的特教班 是属于高中阶段的 所以他们在职业练习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内的练习 跟校外的练习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 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 在职业练习上面 能够能够接触校外 一些职业的训练 那我们期待他们 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能够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养活他自己 也能够照顾他的家庭 三位刚获选为 陈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来参加 意义非凡的等入下午茶活动 用行动力挺工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玉宇 那我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我们跟陈氏小姐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我们这个HIGH CUE等入下午茶的活动 那我本身呢 自己也很常办一些工艺活动 参与非常多的工艺活动 所以呢希望各位民众们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 共襄盛局喔 谢谢 大家好我是许怡辰 很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参加 这个等入下午茶的活动 呃因为平常就是很少能参加到 这样子的活动啊 因为其实社会上会举办 这样子关怀 这样子朋友的 其实就是不多啦 所以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办下去 谢谢 大家好我是庄雨昕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众社会大众 能够关注到这些朋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活动中还安排哲义乐团 带来精彩演出 以及特奥小英雄点燃希望之火仪式 希望借由这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 搭起桥梁 传递爱的力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其中有三件产品标示 不符合规定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并要求业者将违规产品回收改正 市面上食品容器循环杯琳琅满目 为维护民众使用安全 卫生局质量饭店 富应用品店 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 共计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 及22件循环杯 食品容器具品质及循环杯的清洁度 其中三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 将依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命业者将违规产品 限期回收改正 台北市卫生局 其实每年都会做 市售食品容器具的一个抽验 那今年也比较特别 我们就配合环保署 也就是和服环保局 在推动的环保杯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民众 对于它的一个清洗状况的安全 事实上都还有一些疑忆 或者是说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专案里面 除了例行在抽验五十件的 一个食品容器具以外 我们针对于环保局 提供我们就是环保杯政策的相关的品牌 跟通路也抽验了二十二件循环杯 来确认它的一个清洗的一个安全性 那针对五十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的品质 跟二十二件循环杯的清洁度 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只是在容器具里面有三件 它的标示是不符规定 那整体的一个抽验来讲的话 因为以容器具的抽验 我们大概有二十三件的一个塑胶类的产品 有六件是纸容器有淋膜的部分 那有六件是烘焙子跟调理子 十五件是修缸的部分 那当然依它的属性 我们会做材质的一个鉴别 还有耐热性 还有容粗试验 装的那一等等 那这部分的话三件标示不合格 有两件是一个水壶跟一个保鲜盒的部分 它是在本体上没有材质的名称跟耐热的温度 那因为它是重复性使用的一个器具 所以其实外包中拆除之后 这些资讯就会不见 所以依法它事实上要用雕刻或者是打印 或者是设计的方式 要在本体上显示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一件的话是一个四个 左右四个一个容器 那它的最小贩售的一个包装上是没有制造日期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一起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採索 那当然22件的一个循环杯的部分 它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有合作 循环杯政策的13个连锁品牌 那我们检验的项目就针对它的清洗的一个清洁度来看的话 最主要是检验它的淀粉残留物 那脂肪残留物 还有就是晚期本黄酸盐的 APS的一个残留 那在整体的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以上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会持续去监测我们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安全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标示错误 也会要求业者这边要先期下架进行改善 卫生局表示塑胶类食品容器具耐热温度 可能因为不同规格或经由不同加工方式制成 使得实际耐热温度有所不同 故应以制造商标示为准 消费者应选购标示完整产品 并依照标示事项正确使用 当产品发生破损或裂痕 应立即更换以确保安全与健康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近400个烧伤严损儿家庭 走过艰辛的复建历程 为了要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邀请了知信作家谢哲青与阳光孩子 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视片及脖子 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建 直皮手术的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她的手术就是晚上都会 常常都坐摩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定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噩梦 因为她是才十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很多副理师、治疗师 帮忙做细心剪、做复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复健的服务 经验都很丰富 姐姐跟我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然后她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一生 这样的事情 可以这样的事情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椅上满是紫青色的胎剂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剂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 进行镭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剂 那医生告诉我们 这个叫我们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因为越来越黑 你看她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大一点 你可以记住 她这个脸啊 就是做了一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她其实是个很活泼的孩子 看得出来 从小就是很活泼 她在小一的时候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她不然是都说没有啊 不过我们后来想一想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她怎么了 不然就是说 欸你懂吗 打这样 她打了一次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嗯 你怎么面对的 我找 你看她会讲 你看她会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可是痛的时候 不会痛 请问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郑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 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然后希希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 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这样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假设恶意 但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他们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展现出来 相对之下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跟他们的护照过程中 非常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安全网 在他们最后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永有人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托住他 那另外呢我觉得这次我知道 就是阳光把进入到校园 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 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这些悄伤严损的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烧伤严损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陽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儿 从前端生理附件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烧伤严损儿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全国的屋林超过30年有500万户 台北市也超过70万户 显现居住安全不能等 为了要推动围老都更 有良好的沟通平台 每年举办高峰论坛 就多元面向 启发全国对居住正义 与安全的重视与关心 恭喜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十年有成 民众对围老都更 我们中华都更总会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题 跟往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 往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天来 十十都跟三个华 全市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 加上都市更新 条例的前面关系 现在的更多 可是越来越近 连外岛 马祖 金门 澎湖地区 也都开始 进行老旧都更 都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 我们台湾 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呢 我们国内呢 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了 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绕都更的教户 内政部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更 围绕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 问题修法克服的坚持啊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 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更围绕 推动得更广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 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 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大家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都更和围绕 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大概一年围绕案件 全国大概可以超过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合起来 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 都更加围绕 产官学之间 结合起来的那一个量的 更多框株 整个城市环境的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 今天这个题目 都更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 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好 论坛闪述及讨论 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 认识了解多元都更展望 也协助政府 为来制定相关法规 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流感疫苗开大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仁爱医院视察 副市长李四川符合公费施打年纪 也特地带头施打 流感疫苗开大 针头打下去 小朋友忍不住爆哭 台北市长蒋万安抱起小女孩安抚 小女孩就瞬间不哭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 公费流感疫苗开大 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 及6个月以上婴幼儿等10类对象接种 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 配合开大期程 尽速完成接种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安排上面 包括了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 我们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烈球菌 一起来规划 为我们市民的朋友开始施打 那入球之后 都是我们流感 浩发的机器 所以刚刚了解 我们流感疾患症的就整人士 也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 确保市民朋友的健康 所以包括65岁以上 我们也开始施打 肺炎烈球菌的疫苗 那对于孩子 包括高中心以下 今天我们也在几个地方 校园开始施打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加强的宣导 让市民朋友了解 什么时间 如何资格 往下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 另一方面 虽然疫情趋缓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轻忽 并进出它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样 会来施打 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这一次 我们除了规划 三种疫苗 针对不同年龄层 另一方面 我们特别关心学校 还有在第一线 我们市府同仁 服务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们这一次 也特别开放 包括我们高中心以下 原本非公平疫苗的教职人员 另一方面 我们市府在第一线灵会的 员工 服务人员 我们也让他们来施打疫苗 那我想这一次 我们开始施打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 将相关的资讯 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 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相关 得到扭感 以及后续并发症的产生 施打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 不管是告诉周遭的 朋友 展费 或是关心孩子的健康 我们都希望 把握这个机会 有相关的疑问 都可以来询问我们 市政府 卫生局 在上面有相关的资讯 所以大家 利用这个机会 来进行疫苗施打 那最后我也要谢谢 我们言一说的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对这次市大疫苗 在事前的准备 以及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规划上 其实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 任何意见 告诉我们 随时来进行调整 修正 希望在整个疫苗市大过程 能够非常的顺利 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免健康 我们在什么资格接种什么疫苗上面 我们都有一些文宣 有一些公告 那如果民众 不一定很清楚 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些相关的公告 那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直接到相关的医疗院所 那相关的医疗院所在接种上面 他们也有一定的流程 会去确认身份 那符合资格的呢 当然我们就会进行相关的公废疫苗施打 这是两个方向可以去做 我想两个方向来做 就是说第一件是 我们刚才疾管科有跟我们回报了 就是说 如果家长他不愿意他的小孩 在准备要接种的时候 其实可以问一下接种的 护理人员 或者是医师 问一下今天 这个小朋友要接种的是哪一个厂牌 那如果是他不愿意接种的厂牌 那也许不一定是高端 但是就是他如果不愿意接种这个厂牌 那可以当下跟这个执行的 护理师或医师讲 那他们可能就不会接种 因为接种疫苗 要打在人的身上 还是要同意 那他不愿意接种的话 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 那第二个我们会采行的方向 就如刚才市长所讲到的 我们会再跟疾管署 去反映这个情况 那有的疾管署 统一来决定 到底未来 如果遇到相关的公废的疫苗 比如说高端等等 那老板一般的民众 不愿意施打的话 有没有怎么样的方式 让民众也许挑选疫苗 或怎么样 我想这个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决定 左边打流感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链球菌 那接种的间隔的话 可以同时接种 没有问题 只是说 你不管接种什么疫苗 结束之后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 因为少数的人 还是对于接种疫苗相关的 比如说阻剂等等 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 比如说局部 局部接种的地方 可能会有轻微的红肿热痛 那当然有的人 在接种的当下 可能会身体不舒服 晕症 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接种疫苗 会引起全身性的反应 比如说 极少数人会对疫苗 不适应会发烧等等 这些如果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市民朋友 可以回到医疗院所 来让医师做专业的判断 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等等 那要澄清的是 多数的疫苗接种完成之后 其实不需要进一步的 医疗上的治疗 大部分的红肿热痛 跟局部的轻微的发烧等等 这些都会自然的痊愈 台北市今年公有378家 流感疫苗合约医院 提供接种服务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便利性 国小国中高中职及五专 一至三年级采校园集中接种 预计办理301厂校园接种 另外12区公所 结合理办公处 设置539厂社区接种站 鼓励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1 2 3 防流感打疫苗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预估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灵化的社会 为了要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甚至失智失能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设失智多元的课程 勇剑班 结合心理资商师 与运动中心的教练 帮助照顾机构增进健康促进的技巧 跟着体势能教练的口令 长者拿着弹力球 将球高举换手 或是将球夹在腿间 轻轻施力 透过弹力球运动 在安全的情况下 帮助长者训练四肢肌耐力 我们课程安排主要是利用 刚刚看到的那个抗力球 瑜伽球去做运动 那这些运动会包含 例如说手举高啊 往前推啊 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为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轻微 有的很严重 那其实我们会是 设计课程原理是用 MMSE的检测方法 他是在辨别那个长辈 是否有那个失智症状的 一个检测 对那通常会是 心理师他们在 在评估长辈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 失智前期状况 会用那个做评估 那他们上有 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从在做 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 让他们去辨认 那刚刚在教学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禁止 所以他们要随时 及时的切换他们的方向 对他们来说 大脑是一个刺激 然后我们希望 让他们的全身性都动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会只有说 只有往前 因为有时候 长辈可能需要 手举高 然后下半身的肌力 也要顾进去 对那因为有些长辈 体力比较缺乏一些些 所以我们为了 风险极限 我们还是以坐则为局多 拿起画笔 缓缓写下日期 再贴上照片 联合医院临床心理师 则是透过艺术治疗 带领长者 悠游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点滴 并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 是主要是设计 对于一些失智的长辈 那我们设计 主要会依据 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然后每一次都会使用一些 艺术方面的一些媒彩 然后来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 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 不会去排斥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会从他们的幼年时期 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 到最后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部分 是要统整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那如果说他能够对他自己的生命 能够感到满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顾的过程中 他能寻求一些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生或者是能够更圆满的 那所以在这些长辈里头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说 因为有失智的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生阅历 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也需要这个机会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 可以更圆满更顺利 为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任职障碍 忧郁 甚至失智失能的情况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在地资源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 永健班 以运动 认知 书星为三大主轴 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 期望将课程内容 推广到社区及机构 以延缓长者因机构化 所造成的退化与失能 大同区在112年1月份开始 我们的老年人口数已经到了21.28 就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那为了预防我们长者的这个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说体能的衰弱 忧郁甚至于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们跟运动中心 还有跟我们社区的一些机构来合作 那设计了有关于这个预防体能衰弱的一些激励的运动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训练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这一个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全关心理师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提供长者一些抒压的活动以及课程 课程中长者也都得到很多的这个体能在训练上面的增强 以及能够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够有一些抒压的作品 让他们回顾以往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健康的维续他的生命 非常感谢大同中心的那个整个的安排 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长辈的照顾 那对长辈的一些活动办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给我们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良多这样子 那对我们的员工正是有更好的那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员工知道如何带长辈 让长辈能有更好的 对他们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长长跟学习 那未来我们也会更努力在这方面 对长辈2.0跟日照机构这边的帮忙 那跟配合政府把这个日照机构的长辈照顾好 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是比较中重度的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员我们就是比较有经验 我们都曾经有在安养机构照顾过长辈 所以我们收的长辈就是轻度的比较少 中重度的我们收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功能虽然比较不好 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很认真的在做 也很认真的跟着活动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配合运动 所以对他们的肢体活动 跟他们脑部的活动 对脑部的一些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这认知方面对都非常好 就是有进步很多这样子 根据统计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区老年人口数达到 11万2584人 老年人口率为21.28% 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营造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扩展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维系长者健康 延缓疾病的发生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市议员在咨询时指出 金融市全运会代表队 没有运动防护员 以及物理治疗师和医师随对 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 市长谢国良达巡师强调 过去八年都没有 明年一定有 过去八年都没有 过去八年都没有 那明年一定保证有 面对市议员的质询 市长谢国良也快速坚定的提出保证 基隆市参加今年全运会比赛 拿下相当不错的成绩 不过市议员施伟正和陈怡 在市议会咨询时也指出 基隆市全运会代表队 没有运动防护员随对 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 比赛的结果如何 都是为我们基隆这个争光 代表我们基隆市 都是我们基隆市的骄傲 可是我们看到呢 基隆市的运动员很辛苦 但是很可怜 他呢在现场没有运动防护员 我们要不要在每一次全国的竞赛里面 要聘请运动防护员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去台南去看我们基隆市的代表队 然后呢 我们基隆市的代表队 没有运动防护员 那其实的运动防护员跟物理治疗师跟医师 他们三个的分别是我们的运动铁三角 而担任桌球委员会主委的市议员 曾继言则表示 办理运动项目 不仅政府单位要重视 自己也必须出钱出力 而对于代表基隆市参赛的运动员 争取有防护员随对 曾继言也非常支持 我们的选手出去比赛真的 那个防护员啊 也要请我们的市府这边啊 要多加的关照一下 因为真的你如果没有防护员在旁边的话 你对这些运动选手来说 他如果下场的时候受到伤害 拉伤时候 他的心理 还有他的身体 受到严重的阻碍的时候 他可能对他的运动这个项目啊 会造成一些 可能对他的成绩啊 有一点伤害 市长谢国梁大讯士 强调过去八年都没有 明年保证一定有 过去八年都没有 过去八年都没有 那明年一定保证有 那曾继言议员他重视运动员的部分 感谢跟陈寅议员一样 我们明年开始 不管是运动防护员或者是医师 或者是这个物理治疗师 我们一定要来提派给我们的这个全运会的这个运动员 让他们这个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那这个我想才去弄个几天嘛 这一定要有的 所以过去我对这个运动不了解 感谢我们曾音纪言议员跟陈寅议员 对运动单向的努力 跟对于这个你们的运动的琢磨 然后也提醒本府 必须要提供运动防护员 物理治疗师跟医师 听到市长的保证 市议员都很肯定 而本身是网球国手出身的市议员陈寅也提醒市长 全运会是每两年举办一次 更顺便帮大家说明一下 运动防护员 物理治疗师和医师 对于运动比赛选手 有哪些不一样的支援和功用 防护员就是在选手要上场前 他们的贴渣 贴渣跟一些肌内校的贴 然后就是要让他们在场上 就是发挥最大的水准 这是防护员 物理治疗师是赛后 就是选手比完赛的时候 要让选手的身体回到一般 就是还没比赛的时候的 身体的状况 这个是物理治疗师 那医师这个状况 就是可能是比较差劲的 就是可能是你在场上 可能扭到了怎么样 或者是需要逢针 那才要找到医师 而市长谢国良快速且坚定的保证 过去八年都没有 明年一定有 也让议员们见识到 谢市长对于基隆市运动 以及代表基隆市参赛选手的重视和照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来是好消息 基隆子弟邓宇文 在今年的全国运动会游泳项目 夺下三斤一银的亮眼成績 议长同姿位特别送上红包 市议员陈宜也致赠蛋糕祝贺 大家好我是邓宇文 然后我是游泳选手 我在今年全运会十公里项目 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 八百公尺自由式得到金牌 就是三面金牌 然后还有四百公尺自由式得到银牌 在今年全运会游泳项目 拿下三面金牌和一面银牌的 基隆人邓宇文 是长距离游泳好手 他特别提到这次比赛 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为我擅长的其实是十公里 然后比游泳池项目 其实比较没有把握 但是这是因为一千五百公尺自由式 是第一天 然后有拿到冠军之后 就对八百字也蛮有信心 对所以很高兴 因为我在102年的时候 拿过一次八百自由式的金牌 然后时隔好几年 就是终于又可以在游泳池比赛 拿到金牌 我觉得很高兴 邓宇文从中兴国校暖暖国中 和暖暖高中毕业 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 国际体育事务研究所 在市议员陈宇的安排下 议长同志伟特别送上红包 感谢宇文 再次为基隆争光 两年前呢 其实也是陈宇议员非常重视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 我们在全运会授棋的过程中 我开了一张支票说 拿了金牌我就送一支手机 两年前也是宇文拿了金牌 那两年之后呢 我们的全运会他更厉害 拿了三面金牌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 用了一个红包来 表示我们的祝福跟感谢 他一个人代表基隆 拿了三面金牌 我想市府应该要办一个 比这个授棋 还要更大的一个感谢仪式 来表扬我们这个邓宇文选手 市议员陈宇也特别送蛋糕给宇文 勉励他一路参赛的辛劳 议长和议员也呼吁市府 能定出一套城市体育扎根计划 来培育体育人才 并保障金牌选手 然后当时看到的状况就是 我们橄榄球有一个43岁的 陈文艳老师 他也下场在比赛 然后其实看到 其实也是感动也是难过 感动的是说 43岁了还在场上在那边拼 那很难过的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体育项目在我们基隆市 已经断成这么严重 所以我应该是要跟市府讲说 要好好的注重我们体育班 各个单向运动的衔接 不然好人才的话 都被别的县市给挖走了 真的要培养运动风气 其实是要用政策来规划的 也就是说他们未来 除了去比赛 我们每一个单向项目 团队出去有特别的保障 有防护员有教练等等 有车有住宿都可以安全的回来以外 我们还可以在他们退役之后 还有提供相关的保障 然后我们把体育班健全三级制 我们每一个单向 如果重点发展的项目 都可以培养好三级衔接 就像我最近在篮球推广上面 如果我们国小国中高中 都有专任的教练 我们有体育资源 又可以企业可以挹注 赞助政府且全力用政策来协助 我相信我们的选手不会外流 篮球很多 包含现在民传国中的教练徐伟胜 当初他在民传国中毕业之后 我们高中他就到台北去打HBO 就被挖走了 如果我们有三级建立一个 我们高中的球队 他是完整的 我相信徐伟胜也不会被挖走 但到台北去也有更有竞争力 所以我觉得竞争力的培养 或是选手的培养 我们除了政策的规划配套以外 我们政府必须大力的鼓吹 也把制度建立好 会是对我们未来体育环境 更好的一种发展方式 透过各界的努力 期盼将来能让基隆 培育出的金牌选手在地就业 为基隆的体育传承贡献心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112年运动爱台湾 原住民族运动会在海洋大学操场举行 虽然天公不作美 但选手们都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 争取最高荣耀 热情的原住民舞蹈表演 为基隆市原住民族运动会揭开序幕 比赛项目多元 其中最吸睛的 就是代表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的 撒网捕鱼比赛 开始 我们运动会的内容 大致上都会有我们传统技艺 比如说撒网捕鱼 还有富仲接力 还有我们的亲子接力 还有我们的大队接力 跟我们的传统拔河的 这些竞技的比赛 很多都来自我们原住民族的朋友 包括棒球 还有很多活动 而且我们原住民族 在我们全国原住民族 全国原住民族的成功感染很好 基隆原住民朋友的运动 南支组这部分已经全国的连三霸 我们的混合的是全国的连两霸 我们去年的公开女子组第一次组队就拿到全国的第二名 辅会贵宾都到现场为原民选手加油打气 许多原住民朋友也抢着跟市长合照 我们从过去的洋船广 寄证时代到现在的郭信淳 现在都是原住民的选手们 都能够比赛出一个非常优厚的成绩 我们也会在这个良好的基组制上 让我们原住民的选手 大家一起努力比赛出更多好的成绩 希望在场将近500位的原住民族的选手 在各项运动赛事上 从现在从基隆 就可以来培养他们的实力 能够让他们在基隆原住民族运动会上 夺得佳基以外 也可以在外县市 甚至在国际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 国际狮子会基隆市抗糖服务团队 也来到现场提供免费的测量血糖服务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体验 这场原住民族运动会 在市政府和体育会的用心筹办下 充分展现了基隆原住民选手的 团队合作精神跟运动技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同样也是运动赛事 112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10月29后 在海洋大学娱乐馆登场 来自全国各县市的选手 共约2000多人参加竞赛 市长谢国良鼓励大家多运动 一起营造幸福人生 112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登场 开幕典礼上热闹非凡 来自各县市各项体育团队选手齐聚 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市长谢国良亲临现场 颁发感谢壮给单向体育团体 鼓励大家多运动 我们体育会 跟中华民国体育总会 跟我们市政府 共同举办的秋季运动会 这个运动强身健体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大家都出来活动运动 然后用舞蹈跟竞赛 来让自己更健康 我想这个是家庭幸福的博二房 也要鼓励大家多运动多健康 家人才会幸福 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 联合总会会长郑锦舟 非常感谢市长的鼎力支持 非常谢谢我们 谢国良市长 因为今年本来是在 花园时间正好同一天 太平洋杯的国际龙坐在 在花园同一天壮节 所以我们去办 那我们习近平 习近平说 那可不可以 明年再他们扩大办理 我回来跟市长报告 市长马上答应说 好回来金融办 所以我们昨天 陆陆细细 很多外星的钱 都已经入住 我们现在办理活动 不只说要有活动热绕 还要带动金融的经济 包括我知道 当然下午的便当 就掉了2000多个便当 多多少少 我们办活动 对金融的住宿餐厅 都有点帮助 很高兴 楼梨球很好 可以强生健康 来自全国各县市选手 共约2000多人参加竞赛 其中人数最为庞大的 土风舞气势如虹 展现运动后 带来的健康气息 金融代表队 跟台湾省的好手组成的 台湾代表队 全部加起来将近五六百人 希望这次表演 让大家都看到 土风舞的优点在哪里 联合展出的气势与活力 在各项体育竞赛中 今天共有九个项目 包括我们的土风舞 楼梨球 福利健康舞 还有我们有氧运动舞蹈 慢速蕾球 保龄球 球球 剑道 我们共有九个项目 在比赛有2600多位选手 希望大家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体育 提升运动竞争力 让大家更健康 记者 蔡小军 基隆报导 警察局 争取交通部的补助 在人一路 及人二路口 建置科技 执法设备 只要胃里 让行人的车辆 会自动侦测开单 最高 将储3600元的罚还 11月1号正式启用 两名学生准备过马路 但两个人已经走在斑马线上 但机车一辆接着一辆 这辆机车即使穿越路口 距离行人不到一公尺 机车驾驶 违规行驶 科技执法 全都路 我这个从影像可以看得出来 机车前旋进入斑马线的时候 距离行人不到三公尺 大概一个车道困的部分 那如果距离不够的话 就是没有停让行人 爱三路段和仁二路口 因为临近庙口 东岸商圈 嫌穿越密集 加上车流量大 根据统计 仁一路和仁二路 在111年造势路口 分居第一位和第六位 总计发生48件交通事故 造成69人受伤 基隆市从今年的1月20日开始 执行行人友善政策 那统计执行到目前 总共取缔大概有5000件的 车不停让行人的违规 那因为这个耗费的人力相当的大 因此我们目前 折我们基隆市区 比较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仁一爱三路口 以及仁二爱三路口 我们向交通部 来申请补助金费 设置这个车不停让行人的科技指法 科技指法采取违规录影方式 自动侦测开阀 不仅能减少远景 站在路口执行的危险性 举发方式也不受到气候影响 因为之前采人工难停的部分 可能跟驾驶人 有一些争议性会存在 那现在透过科技指法部分 采用这个摄影机 来做全面性的修正 所以说我们初步 如果说这个电脑修正完之后 我们会有审核人员 初步做一个审核 那如果违规明确 我们才会做举发 那如果民众对于举发 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现场 财政的相关的影像 来提供给民众做一个副释访 提醒驾驶人 行经科技指法路段 见到行人过马路 务必慢看停 避免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 그댈 你好吗 我知道